那還有另外一個 那還有一個就是電池壽命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根本也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一顆LPE6電池你可以拍一個小時不間斷 這真的很長很長 如果你真的要拍持續一個小時以上 那你就外掛電源 像是就直接加一個電池板 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 LPE6一顆一個小時很夠啊 你如果真的就只想要用LPE6拍 我之前沒有買電池板 我也是就是帶六七顆LPE6 那就是拍完然後就沖 拍完就沖 那這樣子你也可以拍一整天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而且你還可以保持一個輕巧的狀態 隨時就是這樣手拿著 手也不會拍完一整天 就手快斷掉了 真的是很棒啊 沒有什麼大問題 抖 抖 抖 谢谢大家 What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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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相机很小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像是什么听花板 你就拿一根布杆 自己把相机飞到个听花板之类的 你要怎么控制呢 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软体 那你就可以轻松去控制你对焦 你都可以去 就虽然它没有一直持续的自动对焦 但它还是有自动对焦 你只要有那个转接环是符合有电子通讯的 那你就可以来自动对焦 控制你的光圈任何的参数 那你要回放啊 重播之类的 你只要加一个小小的无线图传 你就可以在手机控制所有相机的设定 然后又可以同时播给大家看 你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真的是非常方便